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野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那我们一起进去吧 我先接个电话 我先去 好 走吧 好 温馨啊 你哥哥都结婚了你要抓紧啊 该找个男朋友了 我男朋友可能迷路了吧 你这孩子 灿灿 温馨好久不见 嗯 给你准备好了 谢谢啊 回去还你 跟我客气什么 谢谢你们 那我们先进去了 待会儿聊 好 温馨 天野 今天见了好多老同学呀 这次真不怪我丢三辣四啊 我昨晚在雅婷家聊到半夜 早上起来什么都忘了 小猜猜 阿泽 你过来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昨晚没睡好 好 我得告诉你件事 什么事 你保证 要老进 你保证 好 我保证 就算你告诉我 你跟唐欣一分手 都绝对不吃惊 那是不可能的 我好像见到了一个人 蓝天野 你知道 你是发烧了还是失忆了 你在老师婚礼上 见到初恋情人你居然 那我该怎么办 你都说了我们是过去式的 早知道又带你去做个头发 还有这裙子 又旧又老又妥 你这凶啊 没有也不知道姐姐啊 算了 对你说这些也是对牛叹琴 天野 好久不见啊 是好久不见啊 以为你在国外乐不思蜀 不准备回来了呢 是不是啊 小三三 天野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没多久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参加婚礼的嘉宾 我们一起过去吧 美丽 我们走吧 新娘 从今天起 你将要成为她的丈夫 一心一意 忠贞不渝地爱她 关心她 你 愿意吗 我愿意 新娘 从今天起 你将要成为她的妻子 你 愿意吗 我愿意 下面有请一对新人 用你们的右手 取出那枚象征着爱的指环 将它放在离心脏 最近的地方 赋予这对指环 爱的温度和意义 接下来 有请你们 为彼此佩戴 爱的钻戒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那一对新人 是彼此的初恋 初恋对于大家来说 是懵懂的 也是青涩的 再次 我们想邀请几名周老师的学生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给我们的一对新人 送上你的祝福 并讲一讲 她的初恋 苏灿灿女士 苏灿灿女士在吗 我去 苏灿灿女士 看到一对新人 幸福地步入婚姻的殿堂 你有什么 想要和我们现场来宾 来分享一下你的初恋呢 我和她是高中同学 初恋是美好的 但对大部分来说 也是遗憾的 像周琳老师这样 能跟初恋走到最后的 少之又少 我们都要向前看 高中同学 今天现场来了 不少苏女士的高中同学 那么 她来了吗 没有 让我们再一次为苏灿灿女士 掌声鼓励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同学上台 陶雅婷女士在吗 陶雅婷女士 陶雅婷女士 雅婷 陶雅婷女士 你不是说你已经放下了吗 把妆哭话你就输了 你不要想太多了 你看我 今天遇见蓝天野了 大家 都等着看我们好戏呢 可是有什么办法 就算再遇见 她不是以前的蓝天野 我也不是同学的苏灿灿了 那你还想和她继续吗 当然 不想了 过去的真的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真的已经过去了 何必执着以前的人 揭怀从前的事 未来的人生 虽然是未知的 但不也充满了希望吗 就像你昨天说的 我们会有新的人生 从前的人和事已经不再重要了 虽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但我们还要努力尝试 好了 走吧 这唐欣逸和林佳泽怎么回事 不行我去看看啊 喂 喂 在哪儿啊 好好好 天野 上车 还要去见 只是想到要死 我它开心了 就开始在联币 我能给你了 我都抵蓝天野 你可以给你了 你呢 我的意思是 不错 我都这里有六个 我只是地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美丽 你是不是又要放我鸽子啊 你说这都第几次了 这不是给你和林佳泽创造机会吗 你别解释 对不起了 我一会儿回去还要赶设计图呢 下次专门请你吃饭 赔罪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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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睡着了 讲到哪儿了 讲到男主和女主分手了 男主跟女主为什么分手 男主姐姐不喜欢女主 这些电视剧真没心意 男主姐姐为什么不都喜欢女主 是不是 你怎么都没脸 我有点困 我就洗完脸 我 我要上厕所 这 美丽 美丽 等一下 美丽 灿灿 等急了吧 老规矩啊 都点好了 你今天怎么那么迟啊 是实验室又做谁啊 实验室新来了几个研究生 带他们熟悉了环境 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方雅婷这个工作狂人 去上海出差了 摩拳擦拢地说 搞定个大客户 当初怎么也没想到 她居然回去做律师 还做那么有身有色的 是啊 徐美丽刚打电话来说 她得熬夜赶图 也来不了了 唐欣一股地也是 就我们两个大嫌人 怎么老说别人啊 也不是问你自己 我 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还是老样子呗 就是忙了些 阿泽 你知不知道 来 桑桑 你不觉得今天的锅底 跟以前不太一样吗 真的 大概是换厨师了吧 还是以前的好吃 不见得 只是你更习惯以前的味道 我倒是觉得新口味 还不错 只是你更习惯以前的味道 快吃吧 再煮就老了 嗯 嗯 又说你不也说是吗 怎么视频 是吗 它就什么 它就算是两个的 不要说呀 你不肯定了 我做的话 你怎么办呀 我看你去哪里 阿蘇 這些年你和藍天 算了 你想不想抓娃娃 我抓娃娃技術很差 從來沒有抓到過 看我的 要哪個 要這個 好 沒關係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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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阿蘇 你幹嘛 啊 啊 啊 這樣也行 十兩樓 幹什麼呢 站住 我先往那邊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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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陸站住 站住 陸站住 站住 给你 谢谢你的娃娃 没想到你也会耍外 我这叫讲究方法 看来你需要更加了解我 也对 想当年请假教的那个所有主意 是你出的 灿灿 没事 到了 我们走吧 阿泽 今天谢谢你啊 好可爱 和你一样 车来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到了 记得给我发个消息 你也是 注意安全啊 拜拜 师傅 麻烦停下车 师傅 停下车 怎么了 阿泽 你是忘了什么吗 忘了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怕我现在不说 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阿泽 你还记得你学生时期的梦想吗 那些未完待续 我想要跟你一块儿去完成 阿泽 先别回答我的问题 等你想清楚了 再告诉我答案 我等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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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 主编 你找我啊 彩彩 你怎么变成国宝了 昨晚失眠没睡好 那我更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了 你的策划案通过了 真的 那我就不用失业了 不止这些 你去准备一下资料 一会儿陪我去DOS唱片公司参加谈判 我 我内心吗 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吧 谢谢主编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车位怎么又被占了 这是公司车位又没写你名字 我的车以前总停账 专门找风水道是算过的 这次音乐制作人专题 我们选取了对DOS著名制作人 作为采访对象 主要从制作人生平 与明星间趣事 幕后工作日常几个方面切入 制作人和明星不同 在大中间缺乏知名度 如何选择切入点 我们选取了两个方向切入 第一个是从著名歌手 与制作人的故事 另一个是从制作人的工作内容 做深度挖掘 制作人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比较神秘的行业 相信大家会对制作人的工作内容感兴趣 请问您对这次专题 做的日常调查情况如何 市场调研大概分为几种途径 像在街头发放调查问卷 或者在网上做电子调查问卷 通过这些调查问卷 我们对内容也进行了一些更改 说得好 请进 请进 这是我们公司集团的决策方案 苏小姐知道 DOS公司哪一年 在中国成立的分公司吗 哪一年 王总 孙秘书让我提醒你 我们分公司下舍的六周年年会 董事长会亲自来 我知道了 你在这儿等一下 好 王总 是2005年 看来苏小姐的工作做得不错啊 刘主编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手下的得力干将 南天一 这次这个项目呢 由他全权负责 您好 您好 王总 看来咱们是老了 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嘛 天忆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的苏灿灿 这个项目呢由她负责 你们两个都沟通 好 请多指账 合作愉快 灿灿 你怎么回来了 昨天忘带了一些资料 我回来整理一下 对了 专题做得怎么样 DOS的人好歹交到吗 挺好的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去开会 拜拜 这是我们专题的出稿 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意见 少了一份是吗 你自己 继续出etas的贝选方案 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你说 制作人可倒是挺有话题性的 但人比较难搞 采访难度较大 建议不好的人 你是说性格不好 是他最大的缺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再试试 但他不是可犯出生啊 而且他的生日 比的实在是太差了 争议性和话题性 是观众最喜欢看的 我赞同 大家都知道 K是一名歌手 也是男主人的场合 这一期栏目反响很好 再急再厉 下一期专题要更好 好 谢谢主编 这专门想到啊 这蓝天野 居然去了唱片公司啊 我说你这接二连三的 够拍一部狗血连续剧了 可惜我没有到 你主角的命 你主角的命 可惜我没有当你主角的命 你俩天天在一起 就没擦出什么小火苗啊 火苗 我现在看到他就紧张 就怕他问我问题 瞧你这点出息 我跟他大学毕业之后 就结束了 蓝天野估计也是这么想的吧 而且 你说那个季希吧 自古以来 痴心女子负心汉 你瞅瞅人家出伤入队的 你也不先丢人 我说林佳泽真不错 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倒是给去准化呀 你有时候真得 盖出伤就出伤 你别前怕了后怕虎了 真的是 妹妹弟 有时候我真的挺羡慕你 羡慕我什么呀 而同去以后 我都老了三岁了 唐欣逸呢 出差去了 我今天要跟你好好谈谈 我真的憋了一肚子话 怎么了 他虐待你了 那倒没有 我是自虐 我为了维护我的淑女形象 装成贤惠主妇 把上辈子都没做过的家务 全给做了个遍 我上厕所都不敢出声 也不敢打屁发鼻孔 最惨的是 我连睡觉都不敢卸妆 这也太惨了吧 你不懂 做女人不完美 勿命死 怎么了 完了 然后再把油盘放在会议室 完了真没带 我得回去拿 你明天再去拿吧 不行 好多资料在里面呢 我粥都包好了 那我现在下次来尝尝了 这家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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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刚才在天台 去水风 现在回去 你呢 我东西辣了 回来取 你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你呢 店铁来了 电梯来了 扇子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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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七七 你在公司吗 我被困在电梯里了 好 快聊啊 我家里给我 我顾金牌 穿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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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泉那里在哪 来 在我们的狼鬼 回来 你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出差吗 领导领事换别人去了 怎么 我脸上有东西啊 那个 涛西 你出去十分钟 真好 美丽 我听她们说 晚上戴妆睡觉对皮肤不好 可是 不戴妆会丑 我喜欢你 不是因为完美 而是因为你真实 真的吗 难道你打算瞒我一辈子呀 嗯 所以 基本的体育频道归我了 唐欣逸 唐欣 不要 不要不急 你骗我是吧 没想到 这么多年 我们俩第一次单独相处 会是这两个 都说艺术园生活吗 我前两天看韩剧 还看到过这样的桥段呢 你回来这么久 我是不是一直忘记 跟你说一句话了 什么 恭喜你 你 终于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了 看你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真心地为你感到高兴 是吗 这些年 你有 天眼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苏小姐你也没事吧 我没事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好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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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眼 你还没吃饭吧 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宵夜 苏小姐要不要一起来 我不老 我还有工作 我先走了 我知道了 这位苏灿灿小姐 就是你说的那位 忘不掉的初恋情人 对不对 我先走了 可以陪我吃顿娃娃 你吃饭吗 你要吃什么 都可以 火锅吃吗 刚毕业那会儿 我们大家还经常回练 餐厅聚餐 业人还在吗 味道还和以前的样 有空可以去厂商 正好最近毕业季了 还可以回学校看看 好快啊 又到毕业季了 感觉 我们毕业还是昨天的事 一直很遗憾 早年没能赶回来 要参加你的毕业季 参加你的毕业季 可能人生一些重要的时刻 都是要错过的 比如呢 没有比如 错过就是错过了 灿灿 灿灿 你有没有后悔过 没事吧 我的钥匙 别管钥匙了 我看看 疼吗 疼 疼亲你 估计是扭伤了 我家就在附近 先去我家敷个药吧 钥匙 明天再给 不用了 我能走 你确定你能走吗 上来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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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阅 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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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